我正在房车里睡午觉 突然被一阵噼里啪啦的雨声吵醒 外面的雨下得这么大 居然还有露洋呢 我赶紧起来 先把后置床的所有窗户都关上 再把客厅里的窗户也关好 突然想起挂在房车外 亮的衣服还没收 赶紧去外面把衣服收回来 挂在车里面 把额头床上面的电视放下来 摆上梯子 爬上额头床 把额头床上面的窗户也关好 把双气流排风扇也关好 防止车内静雨 来到卫生间 把卫生间的窗户关好 再把卫生间的排风扇也关好 防止卫生间漏雨 感觉有点渴了 习个梨吃 这个梨是隔壁车有错的 特别甜 地上漏进来了一些雨水 把雨水擦干就 再把车里的柜子也擦擦 这就是下雨天 我的房车生活 外面的雨下得特别大 躺在房车里 听雨声特别的侠义 特别的自带 你们喜欢听雨声吗 你们喜欢下雨天的房车生活吗